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做台版8月份的抽卡未來式下集 沒有看過上集的可以點說明欄的連結去看上集 聖誕課結束之後是公主優衣池 限定角色 後衛 法系範圍輸出角色 優衣不知道是不是被對不起太久了 就生氣了 這次不補邪了 直接當輸出角色來開扁 優衣的UB跟二技能都是範圍魔法傷害 沒什麼特色 比較有特色的是一技能 自身TP中幅度恢復 小幅度提升自身魔攻 魔爆 還有提升暴擊傷害5% 持續180秒 所以優衣是會越打越兇的角色 對不起優衣越多次 她就會越生氣 攻擊力越來越高 目前公主優衣的重合評價S 競技場2S 戰隊戰S 露娜塔S 競技場的部分 各位不要被那個越打越兇給騙了 覺得公主優衣好像是慢熱類型 那誤會就大啦 公主優衣有夠兇 開場自衝補TP之後直接開扁 出手快 火力痛 兇到一個不行 即使沒有人幫忙降防 公主優衣的火力也是痛到爆 這個特性讓公主優衣在競技場進攻跟防守都有蠻多上場機會的 而戰隊戰的部分 公主優衣在登場後剛好就遇到了多目標王 是法隊多目標輸出的首選 但戰隊戰不是每個月都有多目標王 而且日版現在又有拉拉隊初音 有可能會影響到公主優衣的地位 以戰隊戰來說 公主優衣不算是很人權的角色 總而來說 公主優衣比較偏向競技場角色 競技場玩家建議要抽 那戰隊戰玩家就隨意啦 看自己的鑽石夠不夠吧 好啦 介紹完公主優衣 講一下上集說過的 300抽帶兩隻回家的部分 那我是看了一下機率 公主優衣的機率是0.7% 公主可留的機率是0.18% 如果是 兩隻都沒有 想要300抽 抽中其中一隻 然後保出另外一隻的 機率高達93% 兩隻都沒有中 只能保一隻的機率是7% 那算是我就不列了啦 應該沒有人想看了 而且影片時間會拖太長 這個抽法理論上是可以省下一些鑽石的 但是有兩個風險 一個是SONE如果魔改卡池的話 沒有人敢保證SONE不會這麼做啦 如果SONE把兩池的間隔時間拉長 那沒有公主可可蘿的時間就會變長啦 另一種就是 還是有機率300抽 兩隻都沒中 那就真的GG了 另外還要提一下 日版在公主優衣池的同時 持裝了毛依未專武 這個專武讓毛依未再度回到物理輸出的頂點 目前日版不管是單體輸出還是範圍輸出 毛依未都是最強的 然後來看一下毛依未的評價吧 現在FMEDIA給毛依未的綜合評價2S 競技場A戰隊戰3S 露娜塔2S 競技場的部分認為FMEDIA的明顯低估了啦 雖然毛依未有專武之後 本身體質還是一樣軟 在競技場槍林彈雨中有點難存活 但是如果對面防守隊是五個烏龜角色 也沒有會魅惑還是困惑的角色 那毛依未去砍的效果還是非常不錯的 目前這種隊友不算少 那我這幾天還是有用毛依未在砍人 效果還可以 要有評分的話 毛依未在競技場的評價至少會有S 戰隊戰的部分 反正就是物理傷害的頂點 只要有位置放純輸出角色 基本上就是放毛依未 要打戰隊戰的話 這個角色是一定要有的 而對於推圖活動以及露娜塔來說 毛依未輸出變高之後 不管是在傷害方面還是生存方面都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角色 還是蠻推薦的 總而來說 對於戰隊戰玩家跟新手玩家來說 還蠻推薦要抽毛依未的 競技場玩家就還好不是特別的人權 最後說一下 由於公主祭典池裡面的人權角色越來越多了 到時候在公主可可蘿池時裝前 會在另外單獨做一個分析公主祭典池裡面 角色的優先順序影片 給一些公主祭典池裡面缺角缺很大的玩家來參考 好啦 公主優衣池結束之後是泳裝留下池 限定角色 前衛範圍物理輸出角色 泳裝留下是很慢熱的 UB效果是 對範圍內敵人造成大幅度物理傷害 首次施放這個UB會給自己一個效果 就是每攻擊15次會中幅度增加自己的物理攻擊力持續180秒 而攻擊一次的定義就是跳一次數字 所以範圍內的目標越多 這個15次就越快可以達成來累積自己的攻擊力 目前APPMEDIA給泳裝留下的綜合評價是A 競技場B 戰隊戰S 露娜塔A 競技場的部分由於太慢熱了所以沒什麼用 戰隊戰的話 多目標王不是每個月都有 而且多目標還有分雙目標跟三目標 日版上個月是打雙目標王 但看起來 雙目標泳裝留下打不太銀毛一位 上個月泳裝留下的登場機會並不多 也許三目標泳裝留下打的銀毛一位也不一定 但還不知道下一個三目標王在哪裡呢 總的來說 這個角色目前偏倉管 有愛再抽即可 泳裝留下池結束之後是泳裝復刻池 裡面是對不起UB大將軍 泳裝月月跟泳裝真步 這次是日版第二次復刻 是有專武的 先從泳裝月月開始吧 限定角色 前衛物理輸出兼破防 泳裝月月的特色是 她的所有技能 包含UB 都是要在對面只有一個目標的時候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 面對多目標 泳裝月月就非常的廢 是一個戰隊戰用的角色 專門打單目標的 泳裝月月的專武提升了1技的傷害 破防量還有追加 效果是小幅度提升自己的物理攻擊力持續180秒 泳裝月月在有了專武之後 直接回到戰隊戰人權的地位 比起其他的破防兼輸出競爭者 什麼克總啦 靈啦 還是江戶妮諾或是原版月月都還強上一個等級 傷害部分跟其他競爭者差不多 但破防值贏很多 所以單體破防的首選就是泳裝月月 綜合能力是最強的 日版7月的戰隊戰物理二刀 如果都是打單目標王 通常是一刀用自己的泳裝月月 另一刀用借來的泳裝月月 對於戰隊戰玩家來說 泳裝月月絕對是必抽的角色 對於競爭場玩家或是新手來說 這個角色就比較沒什麼用了 可以pass 接著是泳裝真步 限定角色 後衛法系純輸出 專武效果是1技會特大提升自身魔攻 中幅度回復自身TP 並增加自己TP上升15點 持續15秒 泳裝真步有了專武之後 就是法系最強單體輸出啦 呃 如果不算新年黑貓的話啦 Atmedia給泳裝真步的綜合評價A 競技場A 戰隊戰A 露娜塔B 算是蠻倉管的 但其實泳裝真步的輸出不算差 在戰隊戰一場戰鬥可以達到三四百萬的輸出 而評價會這麼慘的原因是因為 戰隊戰現在都是以二物刀一法刀為準 而法隊基本上就是新年黑貓隊啦 新年黑貓隊的傷害還是海放非新年黑貓隊 所以跟新年黑貓當不了好朋友的泳裝真步就沒什麼上場機會了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爆大腿的重要性 泳裝復刻池結束之後是泳裝七七香 長處角色中衛法系範圍破防兼輸出角色 特色是開場會施放的二技能 敵方全體小步都降防 持續12秒 但這個數值會根據敵人的數量而增加 開場五個角色的話 破防數值高達200多 所以就是一開場對面所有角色都直接破200模仿的概念 非常恐怖 配合什麼雙衝初音還是公主優衣的破壞力非常驚人 是競技場很強大的進攻角色 目前Atmedia給這個角色的綜合評價A 競技場2S 戰隊戰B 露娜塔A 是一個比較偏向競技場的角色 其他場合沒什麼用 然後這個角色我自己給的評價跟遊俠增揚差不多啦 由於日版現在易攻難守 基本上每個防守隊伍我都能想出三種以上的破解方式 有這個角色的話可以讓我很輕鬆的解掉一些隊伍 但沒有的話我用別的方式也是可以解 總而來說 由於是常駐角色 加上我覺得沒有到非有不可的地步 除非資源很多 又很在意競技場名次 不然我是不太建議抽這一隻 泳裝七七香池 結束之後是新年復刻池 裡面是新年可可蘿跟新年黑貓 先從新年可可蘿開始 限定角色 多功能前衛坦克 會坦怪 會補血 會輔助 會嘲諷 新年可可蘿比較偏向坦物理的坦克 然後是輔助物理隊的 AVIDIA現在給新年可可蘿的綜合評價2S 競技場2S 戰隊戰S 露娜塔3S 競技場的部分 新年可可蘿是比較偏向進攻坦克 防守不是很好用 進攻方面 如果要帶坦克 新年可可蘿是獨一無二的超棒坦克 除了本身坦度尚可之外 又會補血 又能輔助 補血的層面可以省下一個補色位置來放輸出角色 而輔助層面能給予我方物理攻擊的角色相當強力的輔助 讓可可蘿在進攻層面非常兇悍 換成其他坦克 基本上都對進攻比較沒什麼幫助 只有新年可可蘿做得到這麼兇 新年可可蘿是競技場長期的進攻人權角色 到現在還是 而且目前為止還沒有競爭對手 戰隊戰方面 由於現在滿等玩家四階段也不需要坦克了 所以沒什麼用 直接跳過 推圖活動跟露娜塔方面 就像前面說的 可可蘿硬度足夠 而且又有輔助還會補全體的血量 是推圖的神坦對新手推圖幫助非常大 結論就是 對競技場玩家跟新手來說 新年可可蘿很推薦要抽 而對於戰戰玩家 新年可可蘿就不怎麼重要啦 下一個 新年黑貓 限定角色 後衛法系存出出 特色是UB會根據造成的傷害來增加攻擊力持續18秒 然後如果在短時間內重複施放UB的話 傷害跟魔攻就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疊到最後突破天氣 是嚴重破壞了平衡的角色 這個角色破壞平衡到 可以入選日本手遊五大破壞平衡角色的那種 連一些沒有玩公主連結的玩家可能都會知道這個角色了 但要連續施放UB的話 只有一些長時間戰鬥才可以 所以 新年黑貓是戰隊戰專用的角色 其他在地下城的表現也不錯 對於戰隊戰玩家來說 新年黑貓是一定要有的角色 而對於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來說 新年黑貓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可以Pass 新年復刻池 結束咒是泳裝復刻池 裡面是泳裝黑貓跟泳裝佩可 那不是我要說日版七月的卡池角色有夠多 我數了一下總共有九個 嗯 新手都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 先從泳裝佩可開始說吧 限定角色 前衛範圍輸出角色 傷害數值已經跟不上時代了 純倉管 唯一的用途是放在首頁 然後是泳裝黑貓 限定角色 後衛法系單體輸出兼破防 以法隊角色來說 破防數值很高 輸出也很不錯 是法隊很重要的角色 在戰隊戰跟推圖都有很不錯的表現 但在競技場就沒什麼用啦 戰隊戰玩家跟新手是蠻推薦要抽的 競技場玩家就可以無視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喔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